好 這是一輛垃圾車 那麼起火了 可以看到駕駛是趕緊的 把車靠邊停 那麼後方載運的垃圾 全部倒出來 結果垃圾一堆一堆的 開始延燒 附近有民眾拿出了 好緊緻的滅火器來支援 一旁還有人從店家這邊 拉出了一條水管來滅火 消防車也很快的抵達 迅速撲遍火勢 那麼這是在高雄三明區 瀋陽街 附近是高一 那麼在今天晚間大概七點左右 一輛垃圾車在行進中 後車斗突然冒煙 清運人員發現 趕緊叫駕駛停車來 附近不少店家 大家也都非常熱心的幫忙 是不是垃圾裡面 有煙地沒有徹底熄滅的 還是什麼樣的易燃物引起 目前起火原因 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幸好這起火警 沒有波及到清運人員和駕駛 以上是目前來自南部的 小細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再次努力不斷地 會準備起火球 其實就有消息